就是我有點類似像那個什麼 像Excel這樣子 它本來是有重複的 所以 有重複的這個資料那我是把它用set之後 把它變成不重複的 所以其實 以後如果你有寫VPA的話 其實VPA裡面也可以直接呼叫移入重複功能 自動幫我把它移除 重複掉也OK 再來的話就是把它怎麼樣 因為我要查詢嘛 不過查詢原來我們前面是如果沒有條件就slate的所有 就把全部都slate出來 但是我現在不是要slate全部的 而是我希望怎麼樣 就每查一次 我就把這個蘿蔔先丟給slate的 會有什麼會有品名 什麼like 這個蘿蔔然後呢 再用排序的方法按照什麼排序按照那個price就是按照價格 價格的話呢我就按照第一的排在 最前面 就是由小到大 Orderby的話也許你可以 把它反向排序 那最後的話因為它反向排序 我只要其中的第一筆資料 就最便宜那個幫我留下 所以後面可以下一個指令 多一個命令給他 就是最 留下那個 第一個的那一個 OK那我這邊的敘述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去敘述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得到一個不重複的清單嘛 一樣就把資料先丟進去 二的話呢 各位請看一下 這邊我有 寫的就底下的部分 從查詢的部分在這裡 那查詢我們之前講過如果我要slate的話 就slate的所有front market 他就會把全部資料都調回來 這個好昨天有講過嘛 那只是說我今天要得到的不是 那個什麼 不是所有的資料 而是我只要得到的是 那個最便宜的那一個 那所以呢 這邊的話會有 品名有沒有 like 那當然如果我今天這個地方 如果我有一個清單的話 所以我外面就寫一個回圈 縫回圈把什麼 例子4裡面的所有資料 先丟到P好了 假設這個地方 我第一個 先 先得到的也許是這個不重複資料的蘿蔔 那我蘿蔔的話呢 我就把它串到這裡 like蘿蔔 那我要按照 那個排序 我就order by order by哪一個欄位呢 因為有個欄位叫平均單價 那 他的預設值其實就是 由小到大 所以後面你不用再敘述是那個 地增還地減 OK 至於地增地減 你們可以 查一下 有一個什麼 ASC DESC 就是你那個後面只要再加一個排序 他就會把我們順序 給重新做排序 那如果你要留下唯一 第一筆資料的話 後面再加一個敘述 因為SQL後面還有加一些特別的敘述 你們可以查一下 就是可以 其實我之前我記得是用TOP 可是我後來發現用TOP TOP1 第一個 TOP10 可以用TOP 可是在這裡好像他不支援TOP 我有下過用TOP TOP TOP起 在其他語言 好像以前我記得SQL 其他資料都是可以 可是這個 我印象中好 你們看一下試試看 我後來用Limit OK Limit就是第一筆資料 那留下來的就會是第一筆 所以 我們就把 比如說第一個 查完之後 幫我Excue 顯示出來 那 底下的話就是在把那一筆 把它怎麼 列印出來 不過理論上 因為他還是Excue之後會得到一筆資料 不過理論上 因為他一筆資料還是會放個表格 所以我們還是 要把那一筆資料抓出來 拿來秀 所以基本上的話 秀第一個 秀第2個 秀第3個 一直在一推 全部都秀完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執行 然後最後的話呢 得到的 我們的報表就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基本上 就會 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 第一個會先把青江菜 先查出來 青江菜查出來之後把這個第一筆抓出來 print出來 這個print就丟一個 然後再來換下一個 所以又回來了 這個P的話 他又會跑下一個 那一直在推就是最後的話 他就會怎麼樣把那個 其他的 這個 資料分別 就一個一個查出來 然後一個一個print 這個 各位可以 看到 這個set之後你會發現他的順序好像也不斷在變 他沒有說固定的順序 所以以後如果這個輸出的品名 順序你要自己排序的話你也可以重新 或者用Groobby也可以啦 Groobby的時候你可以按照品名就排序 找那個密碼 最大一個出來 你說哪一個 這個 就Groobby 然後他就是 對 或者是說你也不用去 去 用那個 一路重複 直接就是在 C-Co-1-8 裡面用Groobby 然後找那個 最低那個slate出來 這樣也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們主要是希望做出這個報表 至於方法 我覺得就是要不就是你在城市裡面解決 要不你就是用C-Co-1-8解決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 這個邏輯應該清楚啦 只是說 我們 希望 可以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這個這個 sickle語法 或者是說你假設不要利著4 那我們在那個sickle裡面 你可以用Groobby 試試看 謝謝